各位安破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能够来这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Gilin团队 还有Gilin的产品 Gilin团队成立于去年的5月份 我们都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 平均年龄还不到27岁 当前主要专注于 做智能硬件产品的研发 这是我们今年发布的两款产品 遥控宝3S还有思想者 遥控宝3S之前在点名时间上 进行发布的时候 获得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抽到了30多万 思想者是今年的9月份 在依法展会上第一次发布 然后现在正在Kistarter上做众筹 我们相信未来每一个物体 都会是一个思想者 他们都会有思维 而且之间会互相互联互通 而且成为我们的好伙伴 我们认为就是家里上网的设备 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手机跟电脑 其他的所有的家电 都应该有这个机会 跟外界去互联互通 这个就是思想者做的事情 第一点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思想者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 对家电进行一个远程的管理 你在回家的路上 一边可以刷着朋友圈 然后可以通过微信 直接就打开空调 那回到家 这个环境会比较舒服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它的一个安防功能 思想者现在可以直接跟 第三方的一些安防设备 例如烟雾报警 人体红外的检测报警 还有一些门池 这一类的安防设备 直接就联动 当这些设备发出危险信号的时候 它会通过思想者 给用户直接推送一条 告警的信息 然后让用户第一时间 就知道家里出现的状况 对 也就是说 思想者会很关心家里的安全 第三点 我想介绍的是 思想者一个基本的思考跟感知能力 当你家里的温度过高的时候 你可以 思想者会直接帮你打开空调 然后你开窗的时候 思想者又会帮你把空调关掉 这些智能的场景 其实在思想者已经可以实现了 这就是它的IFTTT功能 通过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实现一些 无需人为去干扰 也无需手机去控制 就自动地实现家电的一个 达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状态 第四点 我想重点介绍一下 思想者的一个 开源即刻的一个 好玩的一个特点 它使用的是一个 OpenWRT的系统 这个系统是开源的 全球的即刻都在为这个系统 做一些非常有用的插件 现在可以直接在 实现者上进行安装扩展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在 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 应用 去给其他人去用 然后我们会开放这个工具链 还有路的权限 让即刻门可以进行的去折腾 还有说的一点 就是这个 实际上我们特意开放了一个叫即刻接口的 这个接口是 专门为即刻连生打造的一个微信通道 我们都知道微信现在开放了一个智能硬件连接通道 但是其实要实现一个智能硬件产品 跟微信去对接 还需要很多工作 比如说还要做一个服务器 还要在上面进行开发一些网络编程 但现在有了实际者的这个即刻接口 你只要会一些简单的创口编程 那么就很快可以把你的智能硬件 接入到微信中来 为了让更多的即刻可以很好的 入门这个即刻接口 我们特意做了这个 叫做微控的一个小模块 这个模块它可以结合 思想者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发一个flash 那么这个模块上的灯就会开始闪烁 然后你发stop它会停止 当你按下这里按键的时候 它会给你发来一个问候语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智能硬件 它已经通过思想者 已经建立了一条双线的一个通信通道 然后最后我想介绍了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专门针对第三方厂家 还有即刻开发的另外一个无线双线通信模块 通过这个模块 很多传统的这些电器设备 它都可以很快的连接到思想者 然后连接到外面的网络 这样子可以帮助这些设备快速的实现一个智能化 比如一个调光的设备 加入了这个模块之后 它可以实现远程的一个操控 另外它可以跟连接到思想者上面的其他设备进行联动 比如一个根据温度的一个变化来调整这个灯光 进行一个冷暖色调的一个调整 这里面这个模块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 很多创意等着我们一起去发掘 所以我希望可以基于思想者这个基础上 让更多的厂家跟即刻们一起加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去开发实现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智能家居状态 打造一个极致的智能家居体验 是的 现在思想者在Kistarter上的众筹已经达标了 这是我们第一款上国外众筹的一个产品 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国外的众筹去做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 也总结了很多经验 现在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国外的众筹还有国内的众筹区别还是很大的 国内的用户想在国外的类似于Kistarter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众筹平台去支持一个产品 那是其实是很麻烦的 它需要首先会英语 然后它还要注册一个新的Kistarter账号 之后还得注册一个亚马逊的账号 这些还不够 你的银行卡还必须要支持Visa的功能 才能够完成一次完整的支付过程 所以国内的宣传对Kistarter上的流量会有作用 但是对于支持Backer的一个数额并不会有明显的增长 所以在Kistarter上面的一个宣传主要还是要靠一些国外的主流社交工具 例如Facebook还有Twitter这些去转发传播 另外应该寻求一些国外媒体的曝光来引一些流量 让这些老外来支持我们的产品 但是这些对于我们国内的团队来说都是比较困难 相比来说国内的众筹就比较简单了 基本上只要你网购过的一个网民 他都可以正常地完成一次支持一次众筹 而且在国内你去做一些宣传的时候 转化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 对 主要分享这一点 思想者当前已经进入了小批店的市场阶段了 我们正在跟京东进行接洽 关于众筹的事项 现在我们团队也正在紧张地准备一些 做一些准备工作 很快思想者就会在京东众筹平台上跟大家见面 希望到时候各位小伙伴们可以过来这类地支持一下 拜托 拜托 对 九月份我们参加了EFA这个展会 防晓还是很不错的 在这个展会上面 智能家居是一个重头戏 各大厂商都在这个上面进行发布了新产品 我们也在上面发布了思想者 电池分机 还有门瓷这三个新产品 在这里面会接触到很多合作厂商 例如这次我们也支持了 国际比较有名的智能家居厂商Control4 然后也跟西班牙另外一家公司 叫AirSense的物联平台在做对接 我们也正在挖掘更深入的一些合作 对 创业是很辛苦 但是也很充实 我们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去年五月份创业到现在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去年十月份 当时遥控宝第三代在点名上获得了成功 我们产品的研发各项功能的进行也比较顺利 但是在产品的外壳模具上面却出了问题 当时是拖了一个朋友的朋友 在找的一个模具厂 然后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 发现整个模具根本就还不能用 然后那边人手也比较少 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哥们 当时就留在模具厂 整整通宵了三个网上 然后在那里做一些下手 这三天里面有很多心酸的一些历程 这里就不要闲息展开了 但是到最后我们终于拿到了这样一个 三代产品的一个外壳 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对我们来说 当时是很紧急的情况 如果我们产品没有及时的发出去 拿不到这次众筹的一个资金 可能当时团队就会闪掉 因为当时团队比较 已经没有什么资金可以做周转了 这次过完之后 我们就公司慢慢地步入正轨 团队也在慢慢地发展赚大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鼓励一下 有想法 有想创业的一些朋友们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好的想法 有好的合作伙伴 那么就勇敢地去卖出去 其实创业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可怕 首先我觉得国内的智能家居市场 还在一个初期的阶段 大部分人对智能家居的一个印象就是很贵 然后用不起 这可能也是过去智能家居鼓吹了十几年的一个 惯性的印象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应该从产品本身去找问题 现在很多智能产品都很发酵 感觉很好玩 但是却切不中刚需 我们认为就是说 一个针对个人的智能产品 很难成为一个改变个人习惯的一个产品 想要做到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那么应该是通过一些智能的生活应用场景 这需要很多厂家一起配合合作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场景 到那时候 我觉得智能家居的这个真正的烂潮才会到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巨头们的加入 无非会加速这个产业的一个进度 然后会给智能家居带来一个春天 我们也知道 就是当凭一家公司 很难把整个智能家居都实现 都去完成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找好我们自己的一个位置 去跟这些巨头们进行对接 例如苹果的HomeKit 还有微信QQ的硬件接口 当然我们要对接的不仅仅是这些巨头 我觉得很多家电厂商 很多小企业 我们都应该互相合作 我觉得在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 大家的起保线都是站在一起的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去实现自己的一个事业 谢谢安波网观众朋友们的观看 思想者当前正在做众筹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公司来做客 提前体验思想者